爱的解锁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正如大家所见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语音解锁你的iPhone 因为之前讲到口罩Face ID就有一群人在哀好 就是iPhone 12以前的机型都没有办法使用口罩解锁 所以今天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玩玩看这个语音解锁iPhone 那今天设定的原理 我们要用到设定里面的辅助控制 那这个辅助控制里面 有一个项目是专门为了一些人没有办法用手指点iPhone的话 他们可以用语音控制 那这个项目在设定的辅助使用里面 在这边大家看到这个辅助使用 接着大家往下滑去看到身体动作下方有一个语音控制点进去 接着我们把第一个项目打开 那我现在是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们去选这边有一个语言 点进来之后往下滑你会看到最下面呢 就会出现这个中文中国大陆跟中文香港 非常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支援台湾的项目 所以大家就是只能选这个中文中国大陆 或者是你也可以尝试中文香港 但是在下指令的时候它的用语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部分 下载完语言之后呢 确认你已经选到这个中文中国大陆之后 我们回到上一页 接着我们到下面这个自定指令这边点进来 然后呢我们选第一个项目自定 那这边呢要稍微解释一下 今天的这个语音解锁呢 是透过你的语音对iPhone下达指令之后 它去做出按密码的动作 所以它的实质上其实是密码解锁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录制我们按密码的轨迹 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先来看一下 我们密码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确认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录制这个手势 我们先把萤幕关起来 然后我们进到密码解锁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记一下你密码的相对应的位置在哪里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用这种透明的胶带 先把你密码的位置贴起来 当然如果你没有做小抄的话 你可能就会按错那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重新设定很多次 那我们胶带可以把它反折 这样子等一下比较好撕 那我的密码呢是三个5跟三个8 所以我就贴这两个数字就好了 如果你不太清楚我现在在干嘛的话 你等一下就知道我在干嘛了 或者是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记录位置的方法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 好所以现在我已经把我密码的位置先贴起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设定 就是按这个新增指令 那现在大家看到第一行的这个声控词句 就是你要下达指令的那个关键字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设定 那注意一下呢 你的这个词句必须要特别一点 它没有办法太简单 例如说你上面打解锁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让你储存的 我会先做一个往上滑的动作 因为我们在解锁的时候萤幕亮起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往上滑的动作 它才会出现那个按密码的键盘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好我们要开始录咯 按这个隐藏控制项目 然后往上滑 然后按我们的密码 好然后我们等10秒钟 它就会出现结束的画面 它会自动出现这个画面 所以你不用按萤幕上面任何的地方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的储存 那我现在呢再示范一次刚才那边的那个步骤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做错 就是你按完隐藏控制项目之后 你往上滑然后按你的密码 结束之后呢不要按任何的按键 等它出现这个框框之后你再按储存 我们再做一次喔 往上滑然后按密码 然后不要动 然后它会自动出现 对出现之后呢你再按右上角储存 然后我们按左上角上一页 然后按右上角储存 好我们现在直接来测试看看 我们先让萤幕亮起来 然后直接讲关键字 芝麻开门 对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 你的胶带撕掉了 那接下来还有几个需要跟大家交代的部分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语音控制啊 因为它是设计给没有办法按萤幕的人使用的 所以它会侦测文字 怎么说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喔 就是呢你打开这个语音控制之后 你只要可以输入栏位的地方 它就会开始依照你讲话的内容 直接听写文字 例如说我今天打开一个备忘录好了 它就会直接开始听写我在讲的内容 有没有它就直接开始一直听写了 这个东西就是打开辅助控制里面 语音控制项目会出现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设计就是给那些没有办法触控的人嘛 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功能关起来的话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说命令模式这四个字 它就不会一直这样听写了 我示范一下喔 命令模式 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命令模式的小小的方框 那现在它就不会听写了 有没有 那要切换命令模式跟听写模式呢 就是直接对着iPhone讲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例如说听写模式 它上面就会出现 那要注意一下呢 刚才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设定中文 中国大陆跟中文香港吗 这两个语言它们的模式切换用字是不一样的 那我刚才讲的命令模式跟听写模式是 for中文中国大陆 那如果你要查你的用语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可以回到设定里面 我们可以来查它的用词是什么 我们先点到自定指令里面 然后大家看到下面很多项目对不对 我们点这个听写 里面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听写跟命令嘛 那依照你选择的语言 就是你这边选择的语言呢 你点进来查到的字会会不一样 就是香港跟中国大陆 他们这边两个模式的字眼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今天设定完这个密码之后呢 记得要把它切换到命令模式 它才不会一直听起你在讲话的内容 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你今天开启这个自动解锁呢 它的左上角会一直有这个麦克风的标示 因为今天它就是一直在听你讲话嘛 所以它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耗电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做过实验 所以不太确定说它耗电是不是那么严重 那再来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 它其实可以随时控制 你要不要把这个麦克风打开 那要怎么做呢 就是点到你的自定指令里面 然后我们去看到这边有一个基本导览 基本导览点进来往下滑呢 这边有一个睡眠状况跟唤醒 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今天要不要让它一直去听你讲话的内容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个解锁的关键字吗 那要使用这个关键字 iPhone必须要一直打开它的麦克风 那如果你希望它不要一直监听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你不会用到的时候 让它进入这个睡眠状况 那使用的方法就是直接对着iPhone讲进入睡眠状况就可以了 例如说进入睡眠状态 上面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视窗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麦克风静止的符号 就代表说你现在对它下达指令它是听不到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唤醒的话呢 就是讲唤醒这边有唤醒 有没有麦克风就打开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它随时都会停写 那要把它关起来就是对着它讲命令模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随时可以把这个麦克风关起来或者是打开 只要透过上面的这个指令 也就是说呢 今天你可以去里面看说它里面有支援哪一些动作 那你直接对着它下达命令就可以了 所以算是还蛮好玩的一个功能 当然呢今天这个功能其实主要并不是设计给普通人来解锁用的 所以就是一个好玩 然后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可以这样子设定来解锁你的iPhone还蛮好玩的 那我们最后再来测试一次这个解锁 芝麻开门